少年們出現 出現場 Alice,我之前不是去行富士山 我發現原來台灣也有一個台灣富士山 我身後的這個就是七股鹽山 我今天特意帶你們來行山 我知道,它是六層樓高的 對,輕鬆吧,對嗎 輕鬆 看照片,其實我也挺期待 我覺得會很震撼 但現在來到… 但這裡… 感覺上很小 但可能上去是另一回事 好,我們要登山了 還有這個攀登注意事項 古有如宮而山,今有台鹽造山 七股鹽山 這個開始也很厲害 很厲害 我們是否已經踩著鹽了 對 對,它那邊明顯是白一點 其實我想舔一下它,是否真的 不要舔 你看看 好像冰糖 它的鹽是這麼大 它的鹽是很快的 你看看,他兩個人在搶鹽 這麼年輕也做了這種事 我們去挑戰嗎 對,來吧… 1、2、3 它真是奶鹽 真是奶 你剛才說是甚麼?奶是甚麼 這個危險動作等於奶車輪 對,鹽的 真是鹽 我們說這句話很廢話 其實這顆已經煮了很多頓飯 這些像是… 那些喜馬拉雅山鹽 對… 而且也像糖 是 糟了,其實我剛才在笑他們 拿著手,真的有衝動想拉 是真的…是魔力嗎 是魔幻鹽石嗎 如果下雨的話 會否把鹽水融出來 但它這麼大顆應該可以的 我們拍照吧 好,我們有點難打卡 因為它有一輛吊車 對,它沒有吊臂就最好 對,不如我們嘗試上去最頂 看看甚麼環境 好 我們到頂了 太好了,這麼快就登了頂 很開心 加分,立即加分 對,景色很漂亮 可以看得很遠 我覺得好像是雪山 但這裡的鹽很白 再加上現在陽光… 對,閃閃生暉 很漂亮 這裡很有趣 可以看到吊臂車 怎樣吊那袋鹽過來鋪面 現在這裡沒有一部分像雪山 後面不漂亮 我們發現這個位置也不太好 我們決定下去找打卡位置 好嗎 好 我們看看有沒有白雪雪的位置 我想我們還是在樓梯 那個位置是最像的,沒有了 怎麼拍我都不太多,怎麼拍 當不知道怎麼拍的時候 自拍就對了 沒錯 也不錯 好… 我們又自拍一下 你幫我拍吧 用歪歪的位置比較好 接著 這樣有它吧,抱抱阿智 阿智這麼大,自己懂得照顧自己 你很像吐 你看一張正經 我們要繁雪山,還有個吊臂出現 還有05真的沒甚麼吊臂 你有,你又要05 你幫我拍一張吧 這個吊車真的很快 真的很難避 我發現站起來留意到其他東西 所以我決定蹲下 鹹冰棒,首創 它的味道全都很奇怪 蛋黃味的鹹冰棒究竟會怎樣 聞起來很香的奶味 慢慢的,蛋黃味就飄出來 但味道很濃烈 那個蛋黃的味道是有 但不是太濃烈 但是鹽味有,我越吃越有 我只是敢嘗這個杏仁 因為… 看起來最正常 對,很杏仁 有50多杏仁,不斷塞進口 它的奶味不是太濃 杏仁味好像杏霜 而且有點煉奶的香味 加上是鹹鹹的,很有趣 有點像… 焦糖海鹽雪糕 焦糖海鹽雪糕 對,那種感覺 鹽味是剛好,又不是很鹹 這個很杏仁 我現在吃的是杏仁路 這個我要替你拍照 要拍下你這個鹽弓 挺重的,挺好的 我懷疑這個是用來舉重的 這個也挺好的 是 小燕姐,嘉儀的東石香 是養鵝很有名的地方 聽說這個地方可以每天生產 一萬公斤的鵝仔 是給台灣人食用的 今天我們去的餐廳 吃完很棒 對 任吃 是任吃鵝仔 還要是沒有時間限制 我們當然要叫阿姨和Alice一起吃 原因是我們可以四人同行 二人免費 公仔是不會計算價錢的 我會計算價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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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林惠未應該有料灑家 經常去福岡 對,日本很多地方都是這些燒蠔 公城也有 這裡的老闆剛才是教的 每一隻蠔大約三至四分鐘 你可以燒至半熟 這樣會有少許透明 又或者燒至全熟 吃它好了 我看到有東西開了,這麼快 這個應該很熟,剛才它彈掉 好,不如我們先嘗嘗這隻 我這隻不是很大 但你看到它很飽滿 是否可以蘸醬油 對,因為這裡的人 喜歡蘸醬油加芥末吃 但我先嘗嘗它的原味 究竟會怎樣 其實我覺得可以比較熟 因為現在也像吃生蠔 它本身的蠔味真的很強 話說這裡的蠔季節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 是在熱天才會肥美 日本是冬天肥美 如果正常來說 應該有R字的月份是肥美的 甚麼是R字的月份 9月、10月、11月、12月 1月、2月、3月、4月 全都有R字的 是 我真的不知道這件事 我也是剛剛才知道 即是明、秋、朱雷這些都沒有 但咬下去的時候 它也有爆汁的味道 而且我反而喜歡這小隻 有時候太大隻,太濃稠和太膩 我現在有一點過濃烈 但過濃烈是邊緣 中間的泡水仍然很汁 但海水味很重 很重 為何一定要來這間 這間的特色是桌上滿了小菜 因為有很多燕炒小菜 可以給大家訂購 我對這隻雞很有興趣 它很大塊… 這就是甄崗雞 它在後面的位置 它會立即用甄去做一些雞 你就不要蓋體了 好,我不會蓋體 只是可能吃 我發現我高估了自己 不行 因為我不小心瞄到 它有隻雞腳在這裡 然後… 不要… 不,我撩開它,遮住它 然後我突然想像力豐富了一點 然後你們說吧,我聽你們說 這個雞烤得很香 烤得很香 對,而且很滑 這個雞胸,我們也覺得 是嗎 它不太粗糙 而且還有肉的質感滑 而且它的皮很好吃 對,很金黃色 吃雞要吃飯 為甚麼 因為飯要加雞油 雞油裡面有筍 很棒 台灣筍 你看這個油 以為是紫菜湯 我也以為是 對 我感覺到真的很香 雞油的味道 但你感受到這個膽固醇 真的非常棒 但它不會覺得很肥膩、很油膩 但嘴巴好像塗了潤塵膏 但這個水蓮很好吃 你感覺到它應該是用雞油炒 但同時加了很多酒 它好像黃酒的味道 黃酒加雞,你想想它的味道多香 不要緊 我們這些老東西適合吃 它的薑味超級重 但你喜歡嗎 我還好薑味 你要說喜歡 我很喜歡 即是不只老人家 但它是好吃的 之前來台灣工作一會 然後我試了水蓮 就愛上了這個植物 對 很好吃 水蓮很好吃 應該是鹹蛋黃加在一起炸 我想應該很香 很美味 是嗎 它的鹹蛋黃很香 而且它這個不用蘸任何椒鹽 也很夠味道 那我先嘗嘗這個蠔豚 對,我看到它的卷裡面有很多蠔 好像切碎了肉餅 有馬蹄,有很多香菜 然後吃下去會有很多層次 我又想吃這個 我也是 這個叫酥炸鵝 我喜歡它,九層塔 很好吃 它酥炸鵝,裡面是保持汁的 這個真的炸得很好 不過台灣人炸的東西真的有一手 它沒有過火 因為過火可以很韌、乾柴 對,你們的鵝像半生熟一樣 對 像半生熟一樣 這個很有趣 我剛才以為是雞軟骨 不是雞軟骨嗎 不是 這是甚麼 你快點吃 質感很好笑 很爽,但又不是脆 有點軟 對 我吃到鹹蛋黃 我現在很害怕 彈珠 其實是甚麼 其實它是… 可以猜嗎 嘴巴嗎 我很害怕 嘴巴? 真的嗎 墨魚嘴 嚇死我 不是,為甚麼是雞嘴 放在這裡 雞是這個動物不懂得嘔嘴 牠真的嘔不到 我嚇了出來 我嚇死我 因為我很害怕雞在旁邊的肉 我很害怕 我們來了這麼久 你放心,我們很疼你 如果真的是那種 我們會告訴你 對 你跟ERROR一起去旅遊 你的雞軟骨,我告訴你 但下次如果要拍攝 入住請找雞的時候 我們就會找你一起 對不起,墨魚嘴 墨魚嘴,不用怕… 好,謝謝 我們現在就是在 聖仔腳瓦盆鹽田,這裡 這裡是台南北門第一座的瓦盆鹽田 那我們今天來做甚麼 來做甚麼當然是聽May說的 原因是May曾經學過採研 這樣你也學過? 這樣也會嗎?博士果然是博士 May,你教我們採研,可以嗎 這裡又不是我的主場 當然找回這裡的導賞員說解 對 距離台灣的曬研業 已經有超過350年以上的歷史 你們有看到我這邊 其實沒有甚麼電線桿 對 為甚麼 因為我們尋求最傳統的日曬法 其實每一格都是有高低落差 就像泳池一樣的車在下面 但是現在有生產嗎 還有生產 還有,但是很小 曬研… 不是把研拿起來曬 而是整個過程叫曬研 我們要先找到一個乾淨的海水 海水進來之後 首先第一關要走大蒸發池 因為剛進來的海水 一定會有沙子、魚蝦被淚 我要在這邊先讓它沉澱掉 中間紅磚道鋪起來 這架小蒸發池 最後這一個叫結晶池 在台灣有兩種鹽田 土盤鹽田,顧名思義就是我的結晶池 就是泥巴蒂 泥巴蒂結鹽會做甚麼 撞 這個叫做瓦盤鹽田 瓦盤在哪裡?你們仔細看 在底下 我看到有石頭 所以你看,隨便抓一顆 看是不是非常透明潔白 很明顯 它完全沒有雜質 對 可以試一下嗎 你現在吃會有點苦 為甚麼 因為鹵水裡面含有微量元素鎂 你們的嘴巴 有口水跑出來嗎 有 鹽裡面的礦物質 跟我們口腔的蛋白質 結合起來之後 刺激、唾液、分泌 所以鹽自古以來 是讓食物更好吃 而不是像現在一樣 取代食物本身的味道 所以這才是古早鹽的味道 有很多東西看 聞到很香 鹽吊色 求好運,幸好有些鹽味 究竟那顆鹽的水晶會是甚麼顏色 不是,鹽混合顏色 放在瓶瓶裡面 讓你當電話鑿色 或駕駛在車上 對,鹽還有辟邪的鹽味 對 雙貨比賽時也是先灑鹽 對,而且有時店舖 你會看到門口有… 一堆小鹽 一堆鹽,都是辟邪 還有一件事,就是牙膏 也是需要用鹽 因為牙周餅很多時候 都用鹹味牙膏 亦用了這裡的日曬海葉 去製造鹹味牙膏 而且這個頂級鹽花才堅抽 剛才郭先生說年產一噸而已 鹽田最珍貴的東西叫鹽花 像這個白白的鹽花 鹽花怎麼產生,不知道 天時地利人和 它會快速的結晶浮在鹿水表面 是 反光得很像雪花 好,先嘗嘗 我們家裡自己醃的東西 你也感覺到一吃一點就很鹹 這個味道有一點追食性 味道很柔和 對 不會一吃一吃出來 因為這裡除了賣紀念品 除了鹽之外,還有食物 首先,這是海鹽雪糕 非常好吃 第一口是有很淡的鹹味 然後有很濃的奶味 真的很香韻 然後… 因為剛才郭先生說 這個鹽是很天然的 所以它有一種很甘的感覺 所以這個雪糕很合適 除了有鹽味的雪糕之外 還有鹽露豆花和鹽公茶 對 鹽露很有趣 它是海水 但它可以存放一輩子 如果放在雪櫃的話 對 然後加一點就可以煮菜 它應該是很濃縮的鹽液體 對 這個很美味 雖然沒有傳統那麼滑 但這個味道很香 這個味道很香 而且它真的因為鹹味 令酒味更出色 先買個茶 好 這個是… 鹽公茶 鹽公茶 它是淡的 沒有想像中很濃的茶味 其實裡面有甜味 有點像鮮草,因為有點甜 但它沒有鮮草的味道那麼濃 你最喜歡哪一個 應該是雪糕 我也是雪糕 對,很好吃 其實我們現在除了產鹽以外 我們更重要的是要讓這個鹽文化 可以永續保留、傳承下來 一進來的時候 看到一堆一堆的小鹽山 很可愛,對不對 對 它們在結晶… 在結晶 曬太陽… 繼續蒸發 再蒸發 對 一堆一堆的小鹽山 只有一個功用 給你們拍照用 很有用… 對,很有用 因為如果我不堆起來給你們拍照 你們就不會來了 我們幫我拍全身吧,好嗎 好 謝謝 可以嗎 很好,很漂亮 好 風吹到頭暖了,其實是影龍 你蹲在這裡 我先跟你…你先拍攝奶鹽 可以了,死不死了 前一點… 等於乘車,他又用泥鹽動作 然後我鹽田又沒有馬達 又沒有電 以前的人要怎樣把水引過來 所以就要帶你們 等一下去體驗一下踩水車 對 古代的跑步機 對 減肥… 像踩水車 就是以前在地小朋友 下課的時候 書包一丟 就是過來幫爸爸媽媽 把水這樣踩進來 我發現了這裡很有趣 好像星星夜的那幅畫 我看過那些水車是很大的 為甚麼 因為那是水流下來 他要把水再打回去 但是我們是把水抽上來 所以你越大坐 我踩的力量越大 所以其實我們要比較小坐 我會比較高一點 一隻手扶在這邊 踏板踏上去,你要輕輕地往下踩 然後你要借力示力,慢慢踩 對,你不能踩太快 因為踩太快,你看那邊有煞車 你這樣慢慢踩 然後水就會跑上來了 誰要試試 我來吧 你小心刮腳 還有小心滑 我不會太輕,我回轉了 回力都嗎 回轉了 這麼大力嗎 往下動的時候,你腳就要往上 這樣踩樓梯一樣,對 好,繼續… 對,要這樣 有很快 對,因為你要一直有另一隻腳 對…好,慢慢…太快了 為甚麼你這麼厲害 很難控制 當你有動力向下的時候 然後突然會很快 因為水會拉回來 我很想試試 你的一隻腳先放這邊 好,第二隻腳準備往上踩 準備往上踩 對,你要往上踩 對,然後第三隻腳再往上踩 好 好,再來 慢慢… 小心 太快了 阿馬,你別這麼急,我會害怕你 你要往下踩就沒辦法 其實郭先生在旁邊幫忙拉著水車 我還以為是自己踩到 對,是我有幫你拉 不然你踩不動 他這個狗狗像以前小時候打遊戲 以為自己在玩,其實在打球 很失望,但很好玩 我想問一下每次要踩多久 大概小朋友放學 大概3時、4時放學 大概踩到6時 那你的小朋友是否身體很健康 一定的 因為做健身,做兩個粗活人員 那我們體驗完踩水車之後 現在帶你們要去真正的收眼了 你幫我拍吧 可以的,拖地 靠背,真的嗎 怎樣?我會拍你的天空之鏡 水晒完之後 我們就要引進來這個結晶池 這個叫做岩收 這個就是要往前慢慢地刮 沒辦法再刮,太重了 你就要再往後推,再往前慢慢推 然後我們就要把它再集中一點 因為我等一下要端起來 這裡很多 好,我幫你穿過去 好像在這裡… 橙雪了,對 都是這麼重 我累了 我都覺得手有點軟 在鹽田 以前女孩子跟男孩子是一樣的 都這樣挑 這一彈35公斤 兩彈70公斤 70公斤? 比我們重,70公斤 這樣大概10公斤而已 20公斤,我要試一下 加油,Alice 1、2、3,起來 還可以 很痛 可以嗎?我放手了 快點放手 好,你走得動嗎 你這樣賺不到錢 你賺不到錢 我家鄉是清遠 清遠省有甚麼勁 除了清遠雞出名之外 清遠爪舉運動員也很出色 小葉 對…這個姿勢很標準 這個姿勢非常標準 不重,一點也不重 不錯 你這樣弄得我很廢 好,那我再加一點 我只是被我藝術細胞擔悟了 很多 這樣差不多50公斤 可以嗎 可以嗎 看看誰 不行… 那你往下蹲… 往下蹲,好 不行… 林去沒表演 慢著,他還沒放 這個可以,厲害… 我可以在這裡做事了 我要攻翻了 Jazi 我想要試試 現在這個年代推車算了 對 1、2、3,起來 好,我放手了 好 還可以… 其實我也好像可以 你走兩步 還可以… 我再來一次 不是 算了,Alice 算了,不要了… 其實我的是節目效果 現在你們怎樣把鹽搬到那裡 現在是用獨輪車 我都說了 那郭先生有獨輪車給他試一下嗎 有,可以 不用了… 謝謝… 謝謝,不要了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